Hello,大家新年快乐 这一期的视频呢会和之前有点不一样 今天呢会跟大家说一下 主要是在加拿大多伦多这边 你来到这里之后 如果想要吃家乡菜 那么有哪些华人超市你可以选择 其实这边华人超市还真的蛮多的 毕竟中国城哪里都是嘛 而且这些超市你只要一听名字你就知道 啊,就是你了 都是什么顶泰啦,风泰啦,阳光啊,大统华,百福 其他的不说 反正是用中文念出来的 中国人一看就知道嘛 在华人超市里面呢会买到一些 平常在其他的超市里面买不到的东西 我这边印象最深刻的就属于像羊肉卷 比如说我们吃火锅时候那个羊肉卷 还有什么老干妈啦,黄豆酱啦 另外因为最近在家里面关了太久 努力的在研究提升自己做饭的技巧 一心在干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然后我发现豆瓣酱好像是在很多那种 教做饭的视频里面 并不可少的 这个东西也只是在华人超市里面能买到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炒米粉啦 螺丝粉这些东西就不说了 但是你知道吗 有些东西也会非常神奇的出现在国外的一些超市里面 比如说我就在shoppers里面看到了黑芝麻糊 但整体上来说华人超市并不是你随便走两步就可以找到的 有些时候在地图上看着还蛮近的 但实际上啊好远啊 可能因为我并不开车吧 所以当我想去华人超市的时候就很痛苦 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有另外一种选择 那就是一些韩国人或日本人开的超市 我个人觉得韩国人超市还是可以的 一会儿呢我就会去我家楼下那家韩国人超市去买五花肉 另外这个五花肉确实我在很多景超市里面很难看到 就是我们平常做红烧肉那种五花肉 今天呢我就准备去买一些五花肉 想要去做一顿红烧肉 因为毕竟新年了感觉有点馋 我自己是非常地利道道的北方人 但是我在上海工作和生活时间很久 其实在一个地方久了口味也会发生改变 像之前就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西红柿炒鸡蛋里面你要 但是现在就会想着 我好想吃糖醋小排 今天我就特别想吃红烧肉 所以我带大家去下面韩国超市里面 买一些五花肉 然后做一下红烧肉 这么一想 今天的节目有点像美食节目 总而言之是一个大杂费 好了我好饿啊 我们出发吧 现在我是走在街上 虽然说是封城了 但是并感觉不到在封城 前面呢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一家韩国的超市 这边有很多的韩国的酱料 还有方便面啊 但是你可以找到李锦记 蒜蓉酱 蒜蓉酱 辣椒酱 还有豆腐乳 虽然是生抽 虽然是都是酱油 但是还是可以找到 看生抽和老抽 就是在这种韩国超市里面 其实感觉有点像那种小型的亚洲超市 另外还有一些日本的 日本的食物也可以在这里找到 虽然大部分的还是韩国食物 所以我觉得这种超市对中国人来讲 还是很友好的 买到了 有一点点尴尬 每次去的时候 那个老板都要跟我讲韩语 其实说了好几遍 我已经解释了好几遍 我不是韩国人了 但是每次他见到我 都还是在讲韩语 可能因为戴口罩认不太出来吧 我说到家了 找了一个月的金针菇 被朋友洗脑的棕米 我一个朋友天天在给我发各种健康信息 不要吃白米饭啊 要吃棕米饭啊 就正好在打折 其实还蛮好吃的 煮火锅里面 这个就是刚刚看到的鱼花肉 冰天的咀嚼 这是我早上泡的辅助 已经三四个小时了 应该可以了 第一步是什么来着 从来没有做过红烧肉 让我再回去百度一下 刚刚觉得好困 然后就去睡了一觉 现在起来继续做 就是把它煮好了 但是 把肉煮好之后 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总算开始了 开始炒一下冰糖 感觉我好像不应该把腐竹放进去一起煮 好像应该最后五分钟放 但就这样吧 做好了 从下午做到晚上 我现在已经不饿了 留着明天吃吧 家里做饭的都好伟大 做饭好累啊 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拜拜